嗨,你们好,我是Elly,欢迎来到Goist中文节目Beyond Class。 5月1号是劳动节,所以我们学习一个跟不劳动有关的词,摸鱼。 你看,经理又在发呆了,他到底是在思考问题还是在摸鱼啊? 这还用说,肯定是在摸鱼。 我也想每天这样上班。 你在看什么? 我在看一个搞笑的视频。 上班摸鱼,小心被老板发现。 分享给我,我们一起摸鱼。 摸鱼本来的意思是在水中捉鱼。 现在,我们常常用这个词表达,在工作的时候不认真,经常做一些和工作无关的事情。 比如,上网,聊天,看视频,等等。 你在工作的时候喜欢摸鱼吗? 记得悄悄留言告诉我们哦,不要被老板发现。 好了,这就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,记得给我们点赞,关注和留言哦。 我们下次再见。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。